好的,大家晚上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典的一些作品 不能叫美术史 这个已经不在美术史的范畴了 昨天是宫崎骏结束的时候 稍微着急了点 也是因为我自己没太控制好 讲的有点多了 一下这个时间错过 剩了一点手稿 其实没看完 也有家长朋友提醒 是不是没讲完 对,是没讲完 着急了一点 最后讲了讲 这个千语千询 大概千语千询 从创作 从这个故事的背景 大概给大家叙述一下 减速一下这个内容 其实从宫崎骏来说 应该看看的这个手稿 昨天呢 时间比较 仓促 没看手稿 今天给大家稍微看几眼 这个手稿 这宫崎骏真正的这个 就是说一个动画片 是这么画出来的 很不全是那个丰富 比如说大家看这个 这风之谷 一看 684年经典的风之谷 也是宫崎骏成名作 风之谷里的分镜头 这个就是设计稿 就是画那个分镜 分镜头 分镜头的一个方式 然后这个是全图 然后这是红框是啥意思 红框是从黑框到红框 是要往前推进的 就是说这个镜头 有一个推上去 推上去变成特写的 这样的一个变化 黑框叫安全框 就是说你所有的画的东西 一定要超出外面的黑框 然后摄影机主要是拍这个框 这里面这个框 就是黑框到这个之间 不要出黑框 也不要从进了这个 在这个范围里 该推的时候再推上去 这就是镜头的一个考量 就动画片来说 像这个的就是 分镜 这也是分镜 这是静态的 就一针定格 定那不动 然后把像这种图 就是背景组拿走了 直接就上色透视 这就是分镜头 分镜头就这么画 像这个都是 能够感觉到 这应该是天空之城 是吧 西达 西达安 有一个那个 他有个全名 我没记住 一个小的那个宝石 然后飞行石 然后那个小男孩 拔鲁 还有这个老爷爷 发现他这个 这红豚 就红猪 红猪的这个分镜 你看各种各样的分镜 你能够感觉 他那个角度的变化 你像这个 他那个比较平 比较平稳的这种感觉 就用透视去解决问题 是吧 像这个动态的 几层的浪 用风景怎么用 很有讲究的一些东西 这个里面其实不全是空气军的作品 有那个谁的老高的作品 这一看就是 这是那个 明儿我忘了这个 但是是那个谁的作品 其实是基普利的一系列的 像这后来的这些东西 就是他在构思这个作品的时候 不是一上来就那么细致的 不是一上来就那么细 一上来其实还是很放的开的 很挥洒的一些东西 包括这种构图 魔女摘机变 然后幽灵公主 幽灵公主其实在她的动画里属于成就很高的 比较成就比较高的 像这个天空之城 像幽灵公主都是那种阶段式的 很跳跃 那个前面有风之谷 有龙猫 好像那个 哪个片子创的是记录 当时是那个创下一个记录 一直到 97年那个才打破他那个记录 应该是 应该是魔女 可能是 可能是龙猫创下一个观看 就是那个票房记录 一直到了97年的泰坦尼克号 在日本攻影 才打破了那个记录 然后到了 千语千询就又再次创下记录 到现在好像还没能打破这个记录 就票房的高度 他指的是观看人次 不是指的票房收入 因为电影票是涨价的 以前的都便宜 现在都涨价 他指的是观看人的次数 有多少人观看了电影 各种各样的分镜 像这种东西 主要是学习动画的人用的 一般人不用学这个 但是其实作为绘画来说 画画来说 懂点这个东西 能画的东西 更丰富一点 就是说你看动画片的时候 不是全看故事 你要通过画面来理解故事 然后通过画面的不同来 跟你故事的情绪能够放在一块 他就比较理性了 是个学习的看法 光看故事看热闹 就是个观众的看法 这些东西是需要学的 其实学生里也有学动画的 也有学动画的 当然也都花了很多的心苦 考到Troden动画学院 有画的很好的 我们有机会也可以看到我们学生作品 当然确实有画的很好 现在也在读在那个学习了 我觉得都是以后未来的 未来动画的这个精英翘楚 那么其实像那样的那种学习 就跟我们日常的学习有点不一样 像学这个东西 比如这个坦克对着你怎么弄 画多 藏多大合适 会造成视觉效果 这坦克画多大合适 连要不要留标 要不要仗出去 爆炸效果怎么画 你看这个机枪这个效果怎么画 每个东西都是很有一些章法 乍一看很粗糙 其实你仔细看 它对角度的机位的设置 就是像摄影机一样 设置这个东西 怎么样去用场景 用背景 用人物 反复的这个镜头推拉摇移 变成一个电影 但是这方面的考量比较大 这方面的考量比较大 我们当然只能是简单看一些 其实宫崎骏前几年出过一本书 他跟那个谁都出书 他跟老高都出了一本书 宫崎骏就写了一些 就是他对于未来 对于孩子们的担心 宫崎骏就提到说 现在的孩子们的状态不同了 我节选了几句 节选了几句 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看到一个人 在这个时代这么重要的时候 这么不同于常人的一种绘画方式 一种精英模式的时候 其实他背后的考量 那这是他原话 就是说我想 孩子们如果身处在电视电影 漫画动画 各种各样形式东西充斥的环境里 然后 而这些东西又拼命的向他们招手说 看这看这看这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生存的环境 所有的网络的东西都在向你 就是都是外放式的 就怕你看不到 然后他原话说 那他们恐怕无法成为下个世代的影像创作者 下个时代应该叫 或者世代 那世代也对 就是说更长远的考虑 因为他们会以 这个我在电视上看过 那个我在电视上看过 甚至就连到警官和任何其他东西的时候都会想 这些我在电视里都电网里都玩过了 他们以为什么事情都尝过 这是宫崎骏的担心 也是他之所以长期的坚持这个二维手绘 虽然他后来其实有些东西 像塔尔移动城堡明显是三维 3D技术用了 很多人说没用 不是用了 包括那个鲸鱼 悬崖上的鲸鱼 都用3D了 他只是用的3D是叫做3D建模2D贴图 用的一种特殊方式 最早这个技术是迪斯尼的小马王 一里面开发出来 就3D建模 然后就贴两张图 受光和背光 所以他就 但是你仔细看 有经验的人能看出来 那是3D做的 有些旋转的镜头 他就用起来比较方便 那个二维的东西 那个是他的短板 那他也用了 但是他还是尝试用手绘 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去处理 这个上色 包括背景 他还是用手绘 以手绘为主 那么其实他就尝试 他就觉得这个时代太快了 就说看这里看这里 然后让孩子们会觉得 我在电视上看过这个 我看过那个 就这种东西太充斥的时候 容易让人浮躁 最后呢 你说而这个文明本身 迟早要付出代价 就说这样的这种文明状态 我们把这个信息的东西 如果对等 跟文明对等的话 那么迟早会付出 这是他的原话 基本上这是他的原话 他是这样的一个考量 所以这一点 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昨天的时间的原因我没有说到这 其他的我们画 我们可以慢慢看 但是我们的观念 如果简单的超前 简单的去快速发展 真的是有问题的 有很多时候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在学画的时候 真的跟以前是很不一样 跟我的学画的时候反正是特别不一样 甚至有些家长的状态也是很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回到一个享受绘画 享受这些东西带给你乐趣的一个 就是回到原本的那个状态比较好 尽管我们谁也不能跟这个时代对抗 比如说 现在明明有了手绘版了 有了电脑绘画了 我非要就这种纸画 有没有必要 我们当然为了保护孩子的眼睛 我们多一些纸面作品 但是说电脑绘画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拒绝 我觉得没有必要拒绝它 重要的是在成长当中 让孩子能够耐心的去观看 或者欣赏一个作品 这个经验是很难教会的 就像阅读习惯 我经常看到有些家长跟孩子一起去阅读 我就觉得挺感动的 阅读习惯这个东西不是三天两天 他能养成的 那就需要长期的 只有你认真的逐字逐句逐行的 读完了一本书 你那种快乐 只有你读的人才知道 你不读的人很难去做到 你就说现在就我自己来说 我很少再读新的东西了 一个是这个 当然我们成人很容易找借口 家庭生活呀 孩子呀 工作呀 不管你找点啥借口 好像都心安理的 但确实阅读的数量质量都差很多了 中学时代和基本上我就比较旺盛的时期就中学比较能读 就读不懂也是要读那种 像城堡那书我记得就很难读不好啃 还有几本22条军规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青少年能很容易读懂的 包括我前段也看到有这个 让家长朋友分享说罪欲罚恨 像这种书的是不是适合孩子 反正至少我觉得不是很适合那种现实主义的东西 太残酷 所以就说读书这件事就像这个宫崎俊说的 能不能耐心的去做一件事 不要总是那么喧闹 有的时候你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孩子在绘画当中的一种情绪 对这种情绪会影响他们 有些孩子会在成长当中比较长的一段都是一个很平稳的状态 但是到了青春期会波动的很厉害 明显感觉他不想再认认真真的简简单单的做一件事 他就想享受这个结果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就不准备太长时间想投入到这个 一般这种情况 我会觉得一段时间首先他不会进步 就是说明他的状态不对 你就没法进步 这些东西就是要耐心做 然后你就会觉得他的出勤不好 然后出勤不好 下一步就是不学了 那也可以 学点别的都可以 我一般会以这种比较住俗的状态 除少数我觉得特别好 我有点舍不得这学生 我会稍微劝诫一下跟父母打个电话 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情况 要不要继续学 劝一劝 一般我就有的我觉得那就算 我也不是说他画的不好 就是可能时机错过了 啰嗦这么几句 今天我们这一周都是比较随意的内容 这四四四的内容 今天我们大家讲讲这个 不能再给大家讲 这分享 我这不叫讲座 大家特别抬去我说讲座 我这可不是讲座 这就是闲聊 你讲座人家得有学术建树的 才能叫讲座 咱这个不能听讲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聊斋 聊斋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本 个人很喜欢的一本书 然后我也大量的 基本都读过 但是聊斋故事 它比较细碎 有时候读完就容易忘 读着读着就忘了 有那小故事边边聊聊 挺有意思 而且也是那种久读久心的感觉 昨天讲龚崎骏 前天讲夏加尔 其实夏加尔在住梦 龚崎骏也在住梦 住梦空城市 给大家打造梦境 那蒲松林先生呢 当然也是一个住梦大师 好梦恶梦都有 好梦恶梦都有 让你看清人世间的这些事事 被我觉得是 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作家 而且越是有人生阅历 越能读懂 小时候就是读故事 就读得特别害怕 晚上比较怕黑 胆小 但大了以后慢慢就能读懂里面的一些人情 一些社会的种种 然后蒲松林也是一个住梦 我们这三天就是分享这个住梦的过程 然后呢 这个 蒲松林 因为我看过这一套书 我觉得很精彩 跟大家拿来分享 也许有关注聊斋的人 爱读聊斋的人 可能见过这套书 见过这套书 这书基本是这样的 我们简单看几页 简单看几页 比如说它这个是这样 它是个侧印 就是折的 一折一折的 就跟这扇子这样打开 一折一折一折的这样 然后打开 那这面就是它这个文字 然后这面是画 一边文字一边画 然后一个侧页 大概有四五页 七八页 甚至十几页 然后一边是文字 一边画 画大概多的 有个文字多的话 有个五六张 画多的 文字跟画对等的 基本多的五六张 少的一两张 侧页 这个侧印 你看它比如这边 这是庚娘 庚娘都名片了 这就 比较名片 比如说这个 看着晚霞 比较活泼的小女孩 爱跟公公开玩笑 就这晚霞特别逗 看着比较有意思 要乐呵 而且英宁的 就更名片了 大名片 它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稍微遛遛画 我们随便遛几张画 我们感觉感觉 这套书 我推荐大家 或者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原因 其实就是公启俊说的 它可以让你慢下来 你别读那么快 一目十行 大家一读就爱读网络小说 其实现在的有些年轻人 或者孩子们 太爱读流行文学 太爱读网络小说 你说姚斋这书 全有 全写的不是好 然后你放着不读 非要读流行文学 我也不是说不好 营养有点欠营养 是吧 有点方便面糊腿肠的那种感觉 你看那这画的 每一张都很精细精致 就国画的这种插图的 画怎么会不好 当然好 当然好 我们别光看别人家孩子好 忘了自己家孩子好 自己传统的策页当中 真是各种各样 包罗万象 什么样的好画都有一 什么样的好画 还有我们看这么几个 看看这个 我们看看稍微我拍了一些局务 这是我自己拍的 我其实很少展览上去拍东西 但那个展览我觉得哎呀就正好碰到这么一个展览 展这个叫做聊斋图说啊 或者图说聊斋 都大概一个意思 有48本 但是现在留下的啊 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就46本 46册 这48册呢是1894年应该是啊 慈禧太后过生日 慈禧太后60岁生日的时候啊 然后这个红顶商人啊 就是这个谁啊 这个这个 晚清的时候啊 就有这个商人给他绘制而成的 就组织这个啊 广东的一个商人 就组织这个民间力量 给他绘制 给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贺寿的一个礼物 画的极其的精致啊 慈禧太后说 你们就要看小儿书吗 大概的意思 就是说我也想看啊 慈禧太后据说比较喜欢读聊斋 比较喜欢读聊斋 按理说这聊斋里面全是那个 就批判现实主义啊 就全是讥讽现实的东西 尤其是官场啊 尤其是这个官场 提的就骂的比较厉害吧 他主要几类吗 一类官场 一类是这个科考 还有一类是情感 就是爱情类的 主要这三类嘛 这个 这个集结成册以后 给了慈禧太后 慈禧读得当然很开心 据说是手不试卷啊 天天拿着到处读啊 就愿意看 一边是画一边是字 看着当然有意思了 而且那个 普宗陵写的东西 比较好读 比较通俗易懂啊 就即使你 门言文不是特别厉害 也能读懂 我觉得是能读懂啊 我读这个考量还不太吃力 因为我也 就文言文也不太行 背不会 记不住 但是读这个聊斋 我觉得原文我基本可以 当然一般还有注解 你看对着注解 就更能读下来了 你可以先读注解 再读文言 再读这个半文半白 他那不叫文言的 他那怎么叫文 他那不叫文言的 我得重复 到了1900年的时候 这一套书呢 就流失了 就确实挺可惜的 确实挺可惜的 到了1900年的时候 庚子年 120年前 正好 是吧 这个 然后这套书 就给流失到 八国联军 进北京的时候 就让俄国人给带走了 就 说墙也行吧 说买 我也不知道了 人家当然特殊历史时期 反正是就走了 离开国家了 到了1995几年的时候 重新回国了 我把这套 这个给大家打开一下 看着更清楚一点 这样效果更好一点 这套书是太好看 到了1957年的时候 郑振夺访问这个 前苏联 郑振夺访问前苏联的时候呢 跟苏联就 外交部正式提醒 就说我们 曾经有一套书 应该是在你这儿 能不能我们两国的关系 现在这么好 能不能还给我 最后58年 正式的把这套书 就移交回来 交到这个 稍等一下 我可能出现了 这个分享的 这个东西 有一点小问题 然后58年的时候 郑振夺 正式把这套 其实那个还没到 中苏论战 就把这套书给弄回来 弄回来以后 就放到国家博物馆 一直就没拿出来 一直没拿出来 又在国家博物馆里 封了半个多世纪 将近半个世纪 把他有50年 到了2000年以后 重新整 90年的时候 这套书呢 对印成各种各样的 这个宣传的这种画册 或者是这个图片类的东西 在日本卖过一阵 往日本 销往日本 赚这个外汇 但当时的这个技术 还不是太好 但那也赚给这个国家博物馆 国家赚了不少钱 后来到2000年以后 重新整理集结 然后在国家博物馆 做了一个展览 还是挺不错的 我也是这个 我们也是误打误撞 正好碰上 正好那天 不知道怎么就想起 把相机带上 其实我不太爱带相机 挺麻烦的 好的就买尾 刷测就行 但是相机我就一张一张拍 我真是一张一张拍的 很巧合 拍了什么一套 图都比较大 应该说清晰度还是可以 你像这个一看 就能不能想起来里面 黄鹰是吧 特别会做饭的一个妻子 特别会做黄鹰 是一个菊仙 然后这个 做饭手艺特别高 什么都会做 特爱给弄饭吃 然后这个书呢 国家就再次出版了 就是现在因为 复制技术比较高 就出了一套叫画梦 画梦当时 我们看的时候 是2000多吧 2000多块钱 也不是说太贵 但是呢 2000多块钱 但是它印的 跟原版不一样 它整个都给缩小了 缩小了就没那个感觉 我就希望你印的跟原来的一样 是侧印对开的那种 然后等前几年我们又回去 我又找这套书了 重新再版了 变成跟自己太后看的那个是一样的大小 一样的印刷 几乎一样 虽然它是软片的 那个不像侧印基本上 稍微那个装表的印一样 价钱一下从2000就生了2万多 我就没舍得买 我俩想了想的呀 2万多买这么套书 是不是有点贵呀 算了 2000还行 2000的要印成那样还行 不知道现在会不会降价 它要是真的 据说又重新在那个 在博松龄故居博物馆 好像又加印的一些在那卖 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加钱下来 如果加钱下来 我觉得买一套看还是不错的 所以这道书我觉得画的特别好 又是博松龄的作品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的丰富性又很好 那每个人这个人物的动作啊 姿态啊 形象啊 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已经是真的是巅峰之作 没有人再能再能超越它 你看这个 多漂亮这个小侧页 我们正好昨天说到宫崎俊 今天说这个内容也是 希望大家能够慢速的慢下来的去欣赏 就不要总是被一种节奏给弄乱掉 总是在着急的去做一些事 希望能慢慢的去欣赏一些作品啊 慢速的去看一些东西 这样的时候你的整个的状态 我觉得你自己的状态也会更好 包括我也希望能够鼓励 尤其是孩子们能够多看一点这类作品 是吧 能够多看一点这类的作品 当然 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对于对于这个孩子来说 你看点聊斋 这多那个啥是吧 多高级啊 你看的是个名著嘛 虽然也是故事 故事性也很强 你宅那能看的给他看是吧 有些不能看的你就算了 有些再说他那个书里面 不能看的 他就是他写的很隐晦 看不出个啥来 你不懂的人啥也看不出来 就是不用担心 我个人觉得不用担心 所以我还是希望那个能有时间的 大家去去慢速的这个欣赏 比如这一组 你看他这个形象画呢 别生动啊 别生动 某些程度上 我觉得跟那个动画啊 漫画比起来完全不熟啊 应该丰富性 丰富性 包括他两边有字啊 有文字 特别好 你看这个 这应该是谁 这甩碎是香芸啊 还是谁啊 应该是 每一张都是那么 那么生动啊 那么活泼的 那么入眼 清末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这个绘画技巧上来说 我觉得真是到了另一个阶段了 他整个的人物的 比例啊 动态啊 都画得很好 他又就不像这个 西洋绘画那种喜欢立体 那种平面的东西 装饰性又很好 还有跟当时的服饰啊 或者说跟这个明清 明朝清朝时期的这个服饰啊 很配啊 他这个主要都是明朝的 以明朝为背景画的 因为那个朴松陵明末清初嘛 明末清初的 基本上崇祯末年出生的 然后他成长 基本就是在清朝初年 到了康熙五十多年去世的 康熙五十多年去世 叫过朴松陵这个山东人 山东应该是资博的一个 那个那个边上的地方 我们以前还去过那地儿 叫柳泉居室 旁边家旁边有一个柳泉 是一个有一个路口拐弯的地方 有一些泉 有一点泉水 还有一些柳树 所以就就就就就叫了这么一个 叫这么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继续去看这组作品 看这个看出来 公孟币 看的是挖这个 从地理网术挖金银财宝 一想就公孟币 公叔天天去家里给埋 埋那个石头瓦块 随便扔到那 最后都变成钱了 这应该英宁 娶亲的卓红衣爱笑 跟他笑的 这套书还是确实是不错 这套书不错 我们看几个名片 稍微欣赏几个名片 有这个啊 这英宁 你看他这写的 这字也好 这字也好 但是他那像这种英宁 就是长篇 长篇 就是这个 嗯 辽斋里面的篇幅 长短不限 有的就就几行字 特别简单 有的那稍微长点啊 有的稍微长点 看英宁的这种就比较长 因为 自己太后看嘛 肯定是剪的长的 有意思了 短的两下就写完了没啥意思感觉 嗯 这长的这个 那英宁就是这是第四页 第四页对的正好就是这张 正好是这张啊 他这个王子福啊 王子福去 就是这个 从小没怎么出过门 然后 嗯 出门了呢 一下碰到这个女的拿个梅花特爱笑 然后爱上这些女的 然后阴差阳错就找不着这个了 回来就得了相似病 后来他有一个表哥吧 唐琴啊 还是 就说 姓琴啊 然后就说他们家 他知道那谁谁谁 晚上就骗他吧 骗他吃饭 回归正常 后来呢 阴差阳错 他就去了这家 是吧 去了这家呢 就反正是相识了 就把这个英宁给接回来了 接回来以后 就俩人就成亲了 后来这个他母亲就说没有这个亲戚 然后那个他那表哥也说没有这亲戚 然后一来二去 最后发现可能是这个 嗯 当时他这个应该算姨妈 姨妈家的 姨妈嫁过去那一家的人呢 嗯 跟这个狐狸有点关系 然后跟狐狸一块 这个生下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女孩 然后 他这么一段故事啊 然后他就跟这个 这个王子佛一起过这个 过日子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 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呢 他这个里面画的就是 他去 去那个家 就把他给取回来了 就是也是去人的家 但是最后呢 再回去以后 那地方就成了一块荒种了 基本都是就坟头了 啊 觉得比较神奇 最后英宁自己也说了 我妈妈是个狐狸精 狐仙啊 然后我呢 是有这个 就是意思 有这个特殊的地方 但是我并不会伤害别人 除了他们家邻居 那不是有一个想 想那个 占人家这个英宁的便宜 然后一下给那个啥了 被那蝎子遮了一下 然后再回去就给死了 那就是说英宁在笑中的 也是这个 也是特别狠的一个人 狠角色 你别看天天笑啊 别看天天笑 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 古宗林大概就是说 大概的意思是这个 说 在笑就是意思笑容的背后 并不代表着这个人的软弱啊 你别光看这个 世上有很多美丽的东西 美丽的背后 可能藏着就是刀 你就要小心啊 你就要小心 如果你是王子福这样的人 很善良 很单纯 也许你就有这个运气 能跟这样的人 来陪伴终身 如果你不是呢 意思不要轻易被美色所动啊 很容易出危险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么一个故事啊 这个侧印画的 我觉得很丰富啊 看这个细节画的 有两个 他当然在那个文字里就说 有两个老的老家人陪着他 有两个老家人就陪着他去 去把这个英灵给接回来 一个行为 然后就回去过日 大概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旁边这个 这个是个毛大夫啊 这字写得更好啊 这字写 其实上面的都是这首诗啊 就是说这个事儿 但是他用的是那种未卑的那种 卑帖的方式 所以他经常这个删减这个笔画 有的删的我都有点 我不是很确定啊 不好意思给大家念了 念错了有点不太好 大家自己可以读一下 气焰的一个律师 他说嘴里叼着一双破鞋是吧 然后攀员就是搭的车面上 搭的那个车上 然后想要洗清这个恩人的冤屈 然后官家呢就留心的去访查 最后结果是得出了那个原本水落石出啊 这个这个故事 那么正好他这个 毛大夫这第二页 毛大夫这篇幅比较短啊 篇幅相对来说在里面算比较短的吧 算比较短的 毛大夫应该是 应该是比较靠前的这篇里面啊 这个治疗交渣里比较靠前的那篇 是那个太行人 太行人他不是太行山 是个县应该啊 太行人 然后是这个就是专门治疗这个溃疡的 就是治疗这个生疮啊 这个皮肤溃烂啊 这这这些病的一个一个医生 这个医术啊 一般般啊 一般般 但是呢 路上遇到了这个谁啊 路上遇到了个狼 路上遇到狼呢 这个看完病了遇到个狼 遇到个狼以后呢 这狼就就领着他去给另一个狼瞧病 其实大概是这样啊 这个这个狼就就 拽他这个衣上 当然拎了个包去的啊 拎了个包去的 然后这个这一看里面是钱啊 这个毛大夫毛大夫的叫白了就 是钱 然后就跟着他走了 跟着他走呢 另一个狼呢就生疮了 头上可能烂了一大块 然后他就用他的医术给他医好 医好了以后呢 这狼呢就带着他回去了 回去以后呢 他就把那个包呢 打开仔细盘点啊 盘点一发现也这么多金银的这个珠宝啊 就拿了里面的一个小东西就去当铺去当去了 一当就当出钱来了 当了挺多钱 当了钱以后就 他就想了我以后就不用干这个衣食 行脚衣多累啊 我以后开点买卖就行了 然后紧接的就有官人来他们家抓他了 抓完他就把他给带了衙门了 一审二问最后 独打了一顿 但是呢他就说这是狼给我的 那县官也不不信呀 最后几次走访以后 这个这个画面上画的就是这个县官 县官跟着这牙翼啊 就一块 外出走访 就说再去那个狼穴那地方看看 因为第一次去没有啊 没有没有碰到 两个狼出来了 大概有那么个意思 但是就是人和狼 他没有办法语言相通嘛 然后这个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把这个毛大夫收了肩 县官再次走访的时候 这个狼叼了两只鞋来 这个鞋就是破案的线索 把这鞋叼来 然后就把那个道队 把那个县官的车给拦住了 把车拦住以后县官下来 一会儿又给拦住了 县官一开始没下来 没重视 说有个狼叼了个鞋 然后放这就走了 一会儿又叼了 两次三十番的这样的去阻拦县官 那这个县官就拿着这两只鞋 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 最后就找到了 这是旁边村里面的一个人 这个屠材害命 把人这一个那个银商啊 就是专门做开珠宝店的啊 金银首饰店的一个 应该宁家的一个人给打死了 然后卷了财 卷了这些财 这个这个福财 然后那狼呢 就看着了去 就去去追 就是追这个 这个人 追这个犯罪分子吧 那个这个 这个实心才黑这个人 比较黑心的这个人 然后呢 他就跑了把鞋给丢了 当时的那个情况 肯定他这个 不像现在那么富足吧 每个人的衣帽啊 洗鞋袜是有树有限的 最后呢 传来传去 就被天官知道 最后把这个案子破了 就确实是他 最后呢 还了毛大夫一个清白案 这基本是这么个故事 就是说 狼呢 也有好狼 大概 在普松陵的笔下 就是鬼呢 有好鬼 也有恶鬼 狼也有好狼 有坏狼 官也有好官 有坏官 就是说 这事儿是被这个官碰着了 那要去碰个别的县官呢 最后驱打成招 可能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那毛大夫就含冤死去了 那么这个狼最后起到了作用 其实人心也是要向善的 大概 所以像这种东西 我觉得读解起来很有意思啊 尽管我这说起来有点续法啊 有点续法这个 讲不了那么好 但是你说画面呢 也没有多复杂 没有多惊奇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第十周了 一路欣赏下来 是不是会觉得那些 好像金字塔 那个象牙塔里的那种 学术型的作品 你也没有多喜欢 有的时候这种 平平淡淡的一些小的 侧页插图 反而让你觉得很清新 看起来欣赏起来 很有一种有这个玩味的感觉 完全不失这个水准 就是说重要的是 我们在欣赏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平淡当中 和读解的那份这个 那个心境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这也是我 特别喜欢这套书的这个 出发点 你说从技巧上 从色色上 我都没觉得他画的有多好 但是呢 他确实画的很用心 你看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我们放大一点 你看这 官差在一块 两个人在说讨论 指着这个狼 狼又不会说话 然后这个呢 拿着棍子 有点保护的意思 这个 还给不失这个官威 还打着这么个云螺散盖 整个这个状态 你说细节 每个画的都挺好 你说山石啊 树木啊 后面画的东西 它都不失水准 绝对不失水准 非常舒服 我觉得欣赏应该是从一些平淡当中来 其实我后来也觉得 你比如这个我们看那个 比较先锋的一些东西 比较二十世纪 比较实验型的 或者是表现主义啊 野兽派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能感觉到 大家不一定能接受 就是我自己想啊 我自己内心想 因为那个东西 就算我专业学习 我就是到比较靠后的时候 我一开始喜欢的还是那个写实 那些东西从学术上来讲 当然它很新颖 很多的变化 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那些艺术家 很有才气 有天赋 我承认 但是适不适合个人的胃口 我只有自己知道 那么我有了那么多的绘画的经验 我读解起来都不是很顺畅 不是很容易 我逐渐的慢慢才摸到那个东西 我能感觉到 在造型上的一些力量 那种变化 是我们这个喜欢传统艺术 或者喜欢比较经典艺术的人 就不太能洞察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反而像这样的 很简单的东西 读解起来 晚上会觉得很开心 很清新的一种感觉 有的时候绘画 是不是要搞的 非得让别人看不懂的 才叫好画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需要问问自己 是不是非得弄的那个 谁也不懂 你就痛快了 我真的是觉得 不太是这样 不太是这样 没有必要求心求怪 求变 有时候就这么平常的东西 看起来就这么个故事 你说也没什么 就有一个动物 跟人之间的一个小怪事 他画了几个侧院 你看起来就很开心 如这个红玉也是个名片 故事我就不啰嗦了 这没有什么来讲 这是那个里边的一幕 他这个红玉里面这个叫什么 广平冯生 对 冯相如 广平冯相如 这个红玉跟他 红玉也是个狐狸精 跟他 有了一点关系以后 后来给他介绍了一个 介绍了一个卫士 姓卫的 然后结婚生了孩子 最后卫士长比较漂亮 引出了一些祸端 最后突然来了这么一个人 就里面看这个 长得跟李逵 那种感觉的 着绿袍 有点像这个 这种武将的感觉 然后就说 我给你报仇去 就意思 你这么大的冤仇 你就不报仇吗 然后他说 我早就想报仇了 你帮我看着 我就是有个孩子 我撂不下 你帮我看着孩子吧 看着孩子我去报仇 然后这个武生就说 不用你去 你就看着孩子 你只要想报仇 我去帮你报仇 最后也没留名 最后呢 红玉又帮助他 就回到 回来 然后老婆也死了 爹也死了 然后又重新把这个家立起来 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这里面就画的 孩子在床上哭 他揪着这个人 就说 那个 求你帮我看孩子 我去 这个人说 看孩子这种事 哪是我干的 看孩子事交给你吧 我去帮你报仇 所以我把那家人给杀了 精读于使 应该是 看这细节画的真是不错 看这两个人 掩着胡子 这个呢 冯相儒呢 整个就是比较清秀的一个秀才 当然这种故事都是因为这个 跟不宗灵本人有关嘛 本人这个 不宗灵是这个老秀才 老共生 一开始呢 三级连众 三级连众 但是到了辅台阳 辅台那一级以后再往上上去 当然很重要 另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个特别欣赏他的人 有一个特别欣赏他的人 当时就是地方官里面有一个觉得就喜欢他的那种天马行空的东西 当然到后来他就上去了 他不符合八股的这些基本条件了 写的东西太天花乱坠了 后来他学生都考上了 他还没考上 这是其中的一个作品 然后像田奇郎 这都是里面 上面这个诗写的也好 刀明示警 刀明示警 出侠双丰呼作鸣 两人业语各心经 这个写的是真是 我们看这插图就知道了 你看他这个诗配这个图配的特别好 这诗是后补 田奇郎 看这个 五应该叫五什么 五成修应该 俩人在这个床上聊天 这刀一下 吞一下 无故出窍 刀一下出窍了 这名篇真是有意思读的 刀无故出窍 俩人喝酒 晚上关系好舍不得睡 节聊天呢 其实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啊 过个什么节啊 假期啊 然后找三五好友 小酌几杯 晚上不舍得走 多喝几杯 然后留宿了 那就是 留宿两人聊天 刀出了 田奇梁就说 我这刀不能无故出窍 咱们这个房子里有坏人 有坏人 这个五成修就说那谁啊 然后他就说就咱们这房子里这几个人 你看底下躺了三个人 两个三个这个仆人 他说这仆人都是谁了 一个是这个林尔 还有两个这个 一个中年的比较 这个这个 一个老一点 一个年轻一点 就这样看 一个就是不太听的话 老跟他顶嘴 然后第二天就让他给轰走 还有一个比较 老成稳重 他就五成修就一直留在身边 这这个林尔呢 是个男宠 是个 明朝的时候有养 这个叫什么 就有鸾童的 他当时应该就叫鸾童 就是小男孩 然后陪侍主人 其实就是同性恋爱的一种 就有这个风气 这个五成修也养了这么一个小男孩 叫林尔 最后就发现就是他 最后就是他 因为他又惹出好多的事端 惹出事端 然后这个林尔要 想那个 就是强奸这个五成修的儿媳妇 最后没成功 五成修的儿子那个回来了 他就赶紧跑了 跑了以后 到了一个另一个御史家 给人家当这个陪侍 然后最后两家闹了矛盾 搞得官司缠身 后来田七良 为了报答这个五成修对他的恩 然后就杀死了那两个仇人吧 把县官也给宰了就好了 就死了 基本就是 开篇就是五成修做了个梦 做梦就是意思交友 说你交的这些朋友也都不是还好朋友 叫田七郎你要交 交的是认识这个田七郎这么个故事 整个的这个画面啊 包括布置眼看田七郎叫什么这个虎背封腰啊 特别强壮啊 因为我们现在说就是那保镖的身材啊 然后这个五成修呢是个爱交朋友的人啊 其实相对比较就是大地主啊 大大财主啊非常阔气 但是呢特别 特别有缘分结交了田七郎 画面画的就是表意很清楚 然后人物形象各异啊 包括这个一些服饰啊 一些这个道具啊建筑啊 都是非常丰富的啊 画的最好我觉得是这个这个红玉啊 红玉画皮啊画皮大家都很熟了 画皮应该都很熟了 画皮多次拍成电影电视剧啊 自从历鬼露真情啊 恩是亡狼胆欲经啊 这写这么首诗 画皮第三页 我们直接看看这个画皮 啊这一页是这样 测页每个都还不太一样啊 那那啥呢 他这个当时送那个徐润应该那个人叫 我没记错应该叫徐润 送这个测页给慈禧太后的时候呢 他是征集相当于他分拆开了 把这些画啊和字啊都分开让人写 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所以大概的方向一样 但是呢各有区别 你看这个吧 还有点透视 你看见吗 这个画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透视就是郎士宁传到中国以后 逐渐民间有些人懂一点了 也有人或者一些画工啊 受过这个宫廷画师培养的 那有点这个意思 你看这里还有画透视呢 我说咦这是不是那个时代了 我感觉这是那时代的作品 那整个感觉有没有 这个这套那个展览就这一点不好 就是他就直接打开一叶 你看只能看这一叶 他不知道多少天好像才给你翻一叶 就你你得成天去看才能看完 我有看两次看了一些不一样 但是看全了就很难了 看全就想买那套书 咱也没买 太原王生应该是 那个开篇就写太原王生 王生也姓王 但是不是啥好人 熟悉这个 徒增灵 你看这又是透视 熟悉聊斋之意的人都知道这个 凡是有名无姓的 一般就是褒贬不一 有争议在里面 有名有姓的 就肯定大好人 就特明显 你看那田奇郎 像龚孟毕 是吧 张宏健 张成 都是好人 都是特好的好人 你说什么王生 就有争议 或者又不怎么样 或者他是有心无意 做了一些错事 还是这样 要是里面写的 某甲某乙 阿大阿二 阿大阿二 这样的 就说明这个人 就不配有名字 基本就是坏人 基本就坏人 所以这本书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写谁 葡萄灵好像有点 怕得罪人士 写谁都不合适 算了 就不写名了 某 某甲某乙 经常这样 某某 黄某 张某 这给你来个姓 这饭不错 一般就坏的就啥都没有 啥都不给你 这也就是太原王生 就是早晨碰见这个女的 是吧 碰见女的 看一看她夹了个被我 然后就走路比较艰难 你看还画出来 这个走路艰难这个样子 然后就说你 你这是去哪啊 干嘛啊 那女人说我跟你说了一次 你也管 你也管不了我 你快就别管我 然后这太原王生一看 就长这么好看 不能不管 一个领家去了 领家去以后 马上就发生了这个 这个夫妻之石啊 然后出门碰见道士 道士说你这个要倒霉啊 要倒霉 然后她呢 从这个回去以后 就听她的啊 叫什么 聂族潜行啊 以恐窥之 然后一看 里面这个 见一厉鬼 面如翠色啊 我这这几句 我还 还脑子里就印进去 面如翠色 太可怕了 这年纪小 年纪小时候看完 那脑睡不着觉 多让你 那个词一直在脑子里 就记住 别的真记不住 面如翠色 使蝉蝉如锯 牙跟着锯子似的 使蝉蝉如锯 然后呢 最可怕 下面这样去 批人批于踏上 把这人批 批人批于这个踏上 扶了平了 执彩笔而繪之 哪看彩笔 执彩笔而繪之 这个细致 那么可怕的一个人 这么细致 他这个反差很大 执彩笔而繪之 然后继而制笔 继而制笔 画完了 制笔把笔放好 然后举皮啊 他说的举皮做震衣状 男人抖了一下 啪啪一抖 然后批于身 化为女鬼 这段写的太好 太精彩 这几句写的真是那个 情境还原的 确实好 这个 要不是名篇呢 这写的太好 批于身碎化为女鬼 哎呀 我现在都有点害怕 现在都有点害怕 这是那个 王生 还有王生 然后后来这个 这个鬼把他心脏吃了嘛 吃了又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他老朋友受到了一些 不公正的待遇啊 侮辱啊 最后 喝下那么恶心的东西 吐出来一颗心啊 吐出来一颗心啊 也是这个道士最后 做法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这个 利鬼给收了 本来一开始说 给了个浮尘 给个浮尘 就是说挂那吃剑剑就走吧 结果利鬼生气给绝了 绝了以后跟道士结了这个 结了仇 非要弄你死我 就是挂那个 绝完了就把王生 闯进屋 把王生的心给吃了 就是说这个 心坏了 其实这个故事挺适合 现当下 其实也是说的这个美色 这个 跟这个家庭的一些关系 最后你做了不好的事 你的妻子就要受到这种 别人的侮辱 然后最后呢 你妻子还是那么忠诚的 又把心脏吐给你 受到了侮辱 还给你一颗心脏 嗯 当然因为这个 扑松玲的老婆 就扑松玲就一个妻子啊 有的人说人家有那个红颜知己 没有啊 我去我了解 没有那都是电视剧编的 编的稍微有点印给编一编的 演个电视剧 妻子就是刘氏 据说特别好 特别贤惠 所以他写到很多里面的女性呢 都非常好 尤其是一些这个 就妻子 只要是妻子的 基本上百分之 七八十都非常好啊 有一些特别不好的这个 作为妻子一般也是某某某的什么嫂子 因为扑松玲当时分家的时候就吃亏了 他俩嫂子都特赐 然后他就把人家写的都可不好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哪个里面呢 写着那个 拿一个针啊什么放在肚子里 还有那个拿个毛绳子啊 穿旗骨啊 什么这个拿毛绳子穿的那个 拿大腿骨上穿过去 给那个女的给拴在那儿嘛 这样的教训这样的恶的这个 恶妻啊 就一般也是什么谁嫂子那种 然后 就一解心头之恨啊 从小被欺负了 分家以后两个哥哥嫂子 两个哥哥两个嫂子都不怎么好 但实际上这个 这个篇幅太多了 剩下时间我们看一点这个 他的一些场景啊 画的 横幅的一些作品 画的还是很好 画的很好的一些作品 其实要说最喜欢 我是比较喜欢里面有一篇曲怪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里面 曲怪啊 这个篇幅不长 篇幅不长 但是呢 写的挺有意思的 常山县徐远宫里面 徐远宫是明朝一个秀才 后来就在家练一些那个方术啊 方式之术啊 就能写符啊 啥的啊 就被别人请在家里面就驱怪 就家里有鬼 没跟他说 最后呢 银茶阳坐这鬼也被他吓跑了 吓跑了 他也吓得够呛 跳到旁边 马圈里面跟马夫对付一晚上 第二天脑上一生气 就生气说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快吓死我了 然后把这个事情给真实的情况 都说出来 然后走了 最后这个 这个这个圆外就说 哎这个 这个人如果不说这件事 也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知道 这件事 那么就真的以为这个 这个长山徐远宮就是真的会驱怪了 其实基本说的道理就是 你 你如果有一个事偶然做成啊 你比如说这个 哎呀 就不能比如 不能比如说谁都不合适 不能比如 嗯 就是说你有时候意外发生的一些事 你作为 变成好像是你 你本身的能力嘛 本身的一个常态嘛 其实也不是 你就说这个真实啊 真诚 然后最后这几句坠得特别好 就是 一史誓约 就是最后他评价说 黄黎黑黎 得窜者熊 这句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就这个 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 就从这儿来的 就去外这篇 邓小平在这个 关于乡村工作的这个 一个文字这个报告里面就就就写 就写 开片就写这句 就说 黄黎黑黎得属者熊野 他这么写 邓小平理论的那个 反正有一篇我没记住 一九六几年的时候好像 你叫不就一九五几年 一九六几年的时候 文革之前的一个 乡村工作报告里写过 最后有人问问邓小平 邓小平说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就我听刘伯承说的 刘伯承的原话说呢 黄黎黑黎得属者熊野 被大家坊间民间传成了 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好 其实原文写的是黄黎黑黎得窜者熊 就这么简单 楚松陵西末如今哪能给你写那么多字呢 是吧 还给你得属者熊野没有野 就得窜者熊 其实这是两个意思 我觉得 一个意思是得到 比如老鼠是在窜流窜 得到老鼠流窜的 这个就熊就牛 不管你是咋得着的 你瞎猫碰死耗子 我也得着了 我也熊我也牛 还有呢 就是黄黎黑黎得窜者熊 就是我自己逃走了 我牛 我真诚 我真诚 我不说假话 我也牛 我觉得是这么两个意思 所以说他得窜者熊 就是谁窜了谁牛 谁跑了谁牛 但是我真实 还有一个就是 我得到的这个 一个好的结果 我就牛 我立功了 我不管那些 我不管 反正是算的我头上了 好事落我头上了 那鬼也跑了 也没人能把我怎么样 那这两个意思 我觉得都能解释的通 你怎么 他这个来回看都行 所以才能久 久读久心 我觉得 所以整个这套 这套作品 也是这样的一个气质 整个看起来的一些细节 卖读金焦 等在这个 过了这个时期 谁也回国 你有兴趣 找找这套书 找找这套书 看看降价 降价 咱们就来几套 大家没事了 饭月饭月还蛮有意思 分享一些人生的阅历 分享一些这个家庭的 这个仕途的也好 工作的也好 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是都是孤独的 但是呢又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纠结在里面 一块去 嗯 共同生活的 在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空间里 一个社会上 基本是这样的 好了 今天已经又超了几分钟 今天就跟大家说完了 明天晚上啊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作品啊 明天呢 就就比较简单了 明天我就分享我自己 分享我自己 就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创作 还有以前那些作品 以前一直没拿出来给大家看过 第十周了 亚洲登场 亮亮自己啊 我不是不是什么名家 但是呢 小有体会对于绘画 对于创作 对于基本功是怎么回事 花这么长的时间去学习 嗯 也也教书来说 其实我教了20年 虽然我好像好像没那么长时间 其实我从01年教书 我从01年我我我刚上学 我就给我们老师带课 当然那会一开始帮人的带助教 到今年2020年整20年 嗯 中间停过 但是基本上没太常停 有时候停了呢 也是一些兼职还在教 嗯 教教了很多课 也画了 应该说画了不少画 嗯 各种弯路也走过啊 也有各种各样的体会 所以呢 明天就跟大家分享我们 我自己在这个绘画的创作章 当中的一些这个经验和心得 嗯 然后也是我明天收官之作啊 明天结束了 我就晚间课程就停掉了 早晨课程跟孩子们继续分享一些绘画当中的经验啊 成人呢 如果有时间也欢迎大家一块加入 好了 晚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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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